行政院長蘇貞昌19號下午來到苗栗晶圓電子 見到前進指揮所指揮官王必勝 雙方嘘寒問暖 王必勝跟蘇貞昌向對方點點頭 訪問全程王必勝都站在邪後方 我們馬上派王必勝執行長到地方 王必勝進駐苗栗第16天 19號林立確診 剛好這天行政院長來說 疫情趨緩是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苗栗6月初疫情大爆發 多間電子廠移工群聚確診 最嚴重的就是晶圓電 累計至今已經有334人確診 其中本國籍佔48人 移工286人 確診病例人為547人 其中移工448人 本土99人 先前王必勝進駐苗栗時 時常在臉書PO文說疫情比想像還嚴峻 過了兩週確診人數遞檢 包括移工在宿舍隔離 工廠停工 指揮中心跟指揮所下了不少重要決策 巧合的是19號嘉陵這天 蘇貞昌剛好來視察 鼓勵第一線人員 TVBS新聞謝古靜廖文和許又翔 SNG小組苗栗台中藏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達事